RUS台灣在每個月都會有me-up在台北,Modita公寮 那大家有興趣的話,以後可以來一起參加me-up 然後更多資訊都可以在RUS.TW上面找到 就是上網查一下RUS.TW 那就可以找到我們的Facebook團還有Telegram團 大家可以加進來一起討論 那我們開始營爭 大家好,今天這個主題主要是講開圓攻陷 然後會以RUS.TW為範例 然後等一下會介紹RUS.TW是怎麼樣的專案 然後先來介紹一下,我是誰 我是邱雲 然後最近剛學RUS的語言 所以就想說來辦個讀書會 然後最近讀書會已經結束了 然後之前在做網絡前端 然後一些東西都有涉及 然後就來簡單介紹一下 什麼是開圓攻陷 就是開圓 現在講下什麼是開圓 開圓就是RUS.TW出來 然後人間的來工程師就可以發辣財 然後有發辣財 然後就是單純的把RUS.TW公布出去 然後再放上一些授權條款 然後再放上一些授權條款 然後這次的辦理主要是在GitHub上面 就是全球最大 是工程師的社交網站 好 然後 為什麼我們要開圓呢 就是開圓有幾個好處 第一個就是 你可以讓其他人一起幫你去大格 然後 你把圓石碼收進去之後 別人看到這個地方 可能有錯誤 你不行 不行 然後 開透明圖證 就是 別人都可以看到你的圓石碼 輕輕處處 沒有後 然後第三個就是 別人看了你的圓石碼 然後 發現這個演算法不好 然後他就可以 就是 拿你的 這個算法去使用 然後就可以避免重複造輪子的情況 然後最後一個就是 如果你不想修Bug 然後我可以就是 讓別人幫你修Bug 啊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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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Bug也送你修 然後 動線的好處就是 你可以從 實作中 就是 看別人的圓石碼 然後去寫 然後 你也可以就是 就是 幫別人 嗯 修圓石碼的時候 就是 很會發生一些問題 然後可以跟別人討論 對我就可以教朋友 然後 然後第三個就是 嗯 很多時候你在寫專案的時候 如果你從0開始 然後 小部小部 把一些 元件 建起來 可能會花很多時間 然後 呃 人時間是有些什麼 所以可能到後面 就會失去對這個專案的熱情 但如果你可以先從 呃 中型的專案開始 然後把它修一些東西 然後讓它變成大選專案 就會比較有成就感 然後你 就是 可以寫 可以寫 一個專案 又不需要從0開始 然後最後一個就是 跟剛剛一樣 就是 你不需要 透過就是 從0開始 寫一個專案 來學習 一個程式 然後 然後 上面那些 呃 上面那些 上面那些 呃 然後 或是你可以把那些 你修了專案寫在 呃 裡面 然後最後一個就是 你可以修掉一些 害自己 就是你可能會用一些 開源的套件 然後 你會發現就是 你做一做 做以後之後 然後就 Bug出現了 那 有時候 呃 貢獻者會比較忙 然後你可以自己跳出來 修掉那些 害你工作延長的Bug 就可以 呃 順地地繼續進行工作 就會 然後 下面會 就是 RUX Python 這個專案來 介紹 貢獻 然後 呃 這個 這個專案是 呃 用 RUX 寫一個 Python 機器的專案 所以 呃 這個專案主要有 主要有 就是 兩個語言 成分在裡面 一個是 RUX 因為它是用 RUX 去寫 Python的機器 第二個 第二個就是 你可能要熟一點 Python 然後 今天就是 小平想要 共性的專案 那 他可能就先找一個 他想要寫的專案 就是 去GitHub上面搜索一下 然後找到一個 你有興趣的專案 然後 接下來你要匯一點 那個專案的技術 像是以這個專案來說 就是 你要會Python 也要會RUX 然後 第三個是 因為 呃 國際的語言大部分是英文嘛 所以你要有一點英文能力 但其實也不用太多 就是 大概國中的水準 然後 記得 句子裡面要有重詞 然後名詞 可能要加一些管詞 然後最後 請 謝謝跟對不起 就是要會說 然後 再來 因為GitHub主要是用 就是 就是 GitHub來 就是做 版本控制 當然你也可以用其他的 版本控制的東西 沒有差的 就是 以GitHub為例 就是一點GitHub能力 至少 會 可能會 會 然後 最後一個是 因為 這個範例是在GitHub上 所以你要有 GitHub的帳號 好 然後 這主題就是 要 並吃泡麵 並開始貢獻 所以就是 準備一個下午的時間 因為泡麵 一台電腦燈 是好熱水 好 然後 先來講一下 就是 你看到一個專案 然後你覺得 這專案很棒 很棒 然後你想要 就是貢獻它的話 首先 就是 你要從REME 開始 讀起 大部分的專案 就會在REME 上面寫書 你要如何 就是 貢獻你的程式碼到 這個專案上面 如果沒有的話 你可以去找 這專案的負責人 然後E-MAIL給他 然後像 RUS Python這個專案的話 它是寫一個 在GitHub裡面 然後可以讀一下 裡面的內容 好 我覺得這集圖 好像 因為這個大概是 三個月之前 集下來 現在好像不像這樣 好 不過內容是差不多 就是 就是 它主要 講說 大部分的工作 都在REME 學生裡面 就是REME 就是REME 規定的工具 然後 如果你是新手的話 你可以 從 POOFIRST E-SU 這個標籤開始 就是 有些 呃 新手上的專案 會標一些 就是 POOFIRST的 issue之類的 或是 新手issue之類的 標籤 然後你尋到這個標籤 就可以 比較 主要 初階的 認識這個專案 然後 幫助的 轉案 然後 剛剛說 這個專案 是 寫 用RUS 寫 Python 有些 詳細的東西 像是 Python有一些 原生的 知道結構 然後知道結構 會有一些 功能 比如說 array 會有一些 append 它 要 就是用RUS 慢慢去 使用這些功能 但功能很多 所以它沒有把 這些說 沒有使用完的功能 列在藝術裡面 它寫了一個 腳痕 去 列出 這些它們沒有做完的功能 然後 發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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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專門 DNA 就是 專門 DNA Function 的 然後 我們就開始 可以先從 點進 issue裡面 然後挑一個 你覺得自己可以 貢獻的項目 然後 像我比較新手相 因為我才當學而已 所以我就點Label裡面 然後裡面 有個 Who first issue 然後 它裡面 有 兩三個月前 有四個 issue 然後第一個 issue 就是我看了一下 它就是那個 Wallet.sh的 那個 方式 那個 swerve相關的 issue 然後 我就想說 那我就來使用 使用Python的一些 原生的方式 所以 好 所以接下來 你找到你想要做的 就是你想要解決的 技術之後 可以先fog 跟專案 然後 呃 就是刀份 拍原工獻的人 會先把專案fog到自己的帳號底下 但也有少數 就是 如果你跟那個專案的團隊很熟 或是專案團隊本身的規定就是讓你可以加進這個專案 然後直接空下來 這也是可以 然後 反正 我跟這專案拍手 所以 我就有些fog 然後 我就 dipro 下來 然後 剛剛說 還有 就是一個 腳本可以看 有哪些 還沒有使用完的功能 然後 可以寫 然後我就來支持一下 然後 因為它時間有點久 我們就可以 方便 然後 然後 接下來就是 你view完之後 這是一小塊 其實它 那個列表還蠻強的 然後 這是一個 Bide Array 的 Bide Array Bide Array 就是一些沒有使用網的功能 像是 Reduce Append Center 之類的 然後 我當時選擇是 Append 好 然後 我在view這個 square的中間 出現了一個 Araw 它雖然是個 show script 但它裡面還寫了一個 python square 然後 它的python 一法還蠻新的 然後 我當時好像是 python 3.6 還是3.5 然後 我們就出現了這個Araw 就是如果你發現 就是你 遇期的square 出現Araw的時候 你可以把python 升到3.7 試試看 然後 通常 在 就是修改 別人專案的時候 我會 開一個 branch 就是不會在 Messor的branch 上 避免污染到 Messor的branch 然後 開完branch 之後 你就可以被讀下船 然後再修改下船 然後 接下來 你就可以view 那個專案起來 然後 因為view 的專案是非常久的 所以 你就可以順便吃個泡麵 然後 當你view到最後一步的時候 發現 啊 然後他就跳出Araw 然後 你就可以來順便 秀一下大格 然後 最後 當你全部都弄完之後 你可以 Git add 然後加點 就是如果你不太會Git的話 你就Git add 點 然後再Git抗命 就沒問題了 就世界大頭了 然後你就把它fush到你 自己的帳號底下的那個repo 然後 上去之後 就可以來發 pool request pool request 是 就是 一號上的一個機制 就是 你希望 專案的原作者 幫你的 程式嘛 就是納入原專案裡面 就是拉取 所以 pool request 的意思就是 拉取的請求 然後 就寫一下 就是你在 這個pool request裡面 做了什麼東西 然後 像 原作不太好 所以我就只寫了一句 幸好 幸好那個 專案的人都看得懂 非常感謝 然後 你就可以create 然後 接下來 你就可以等團隊 code review完 嗯 之後只有兩種情況嘛 要嘛 他們就接受 就給看信心 然後要嘛 就reject reject 有可能是你的test 或是 一些 coding style 然後 他們就會給一些 fake 然後就給你看一下 然後就收拾一下 旁邊的就是 就是通行儀 開源就是這麼簡單 好了 動線就是這麼簡單 好 嗯 然後 然後 隨便再攻上一下 就是 我剛剛講太快了 隨便再攻上一下 就是 嗯 就是 在每個月的最後一星期 就馬上七點半 我們公聊 然後 那隻熊是我們 最新的吉祥物 很可愛 然後 我剛剛講太快了 大家有沒有什麼問題 那你有沒有提過 你有沒有提過 對reject 然後他寫了一些 然後 然後說要改名 然後 之類的 但是 你通常有一個對 我會出去看兩倍 然後 那你可能是公信 沒做好之類的 我有 我有 我第一次就是 公信那個專案的時候 那也不是 對reject 就是 他有個 有個CR在跑 然後我沒有注意到 我的Coding Style 沒有修好 然後就 就被擋下來了 然後 後來就是 我後來就是 修掉之後 就有被branding了 就是 我遇到的情況比較單純 因為就是我的Coding Style 我寫好這樣 還有沒有什麼問題 謝謝大家